我们上一集聊到 就是台湾的猎击名人 对不对 然后呢 我们既然漏掉了有几个 我们必须要聊到他的耶 说应该是要在这个黑名单里 对啊 而且是听众直接跟我们反应的 搞得好像我们很不专业 好 那你们觉得这两位 应该是说这三位 这个夫妻算两位了吗 泛黑算不算 泛黑也真的蛮黑的 很黑啊 但是如果好撇除这些政治相关的话 赶上大牙耶 这个你这件事情的话确实真的是不太好 但是也不能这样讲啊 他可是 台湾篮球界的教父耶 认不认同 这个倒是认同 对啊 这是认同啊 没有他的话 基本上台湾的直篮 不会现在的 这个龙井啊 龙井啊 一个小台湾好几个联盟啊 对啊 人人有求打 嘿嘿 再来 杨成林 我们既然忘记杨成林 没有钱吃海鲜的成林啊 那个唱买波 的那个是吧 对对对对对对 然后跳舞很猙獰啊 对不对 现在我们忘记了这三位耶 一点专业度都没有啊 不会啦 这有时候就是 当然有听众帮我们 告诉我们 提醒我们了嘛 嗯 好我们已经补上了哦 这三位哦 那我们这一集呢 又要再蹭奥运了吗 算是有点蹭到脸边 但是并不完全是 也对啦 因为要聊的就是哦 有哪些女运动员 再延伸到 有哪些女力 就是 woman power啊 女力觉醒 对对对 像彭泰嘛 骂人一流啊 没事 坐着也中场 女力啊 类似这一部分 让你觉得 哇 原来女孩子 在这个领域 这么强 这么屌啊 记者不读书 吃完热狗 大家好 我是小欧哥哥 我是彭泰 这是一个记者生活 五四三的节目 我先讲 我们台湾的女力 最有power的是谁 林玉婷了哦 这个拳机打了这样子 还有很会举的啊 哦很会举的 蔡欣纯 郭欣纯 郭欣纯 等一下我两只脑子 你一直得罪两个人 对对对对 郭欣纯 对啦 他昨天我们录了说 他昨天拿到铜牌了 而且受伤 对 带伤上阵的情况下 而且超屌的 他去年 哦不对哦 三年前冬奥的时候 东京奥运 他可是打破奥运纪录 103公斤的评举嘛 对不对 抓举 哦抓举 结果 直接起跳103 这一次 这次大家的水准都提高了 对啊 可见 他的年纪也已经到了 对不对 30岁 要去跟了20几岁的大陆 那个金牌怎么比啊 但他还可以拿到铜牌 而且他参加是三届了嘛 四届哦 好像是四届还三届 对啊 而且我刚才聊的时候 大家还跟我聊 103公斤什么概念 他就是哥 你 你住在这里 然后他可以把你拉起来 放下来 拎起来 他真是拎 哇 超猛的 这不是女力 什么才不是女力啊 好 另外哦 更特别的来了 我还看那个攀岩你知道吗 攀岩那个超快的 他是人吗 五六秒就爬上去了 等一下 他是人类吗 对啊 他四分钟 然后他 大约还有一分多钟就结束了 那超强的 哦 怎么抓抓抓抓 抓去这样子 你有看这个 有啊 那蛮好看的 很精彩 突然觉得好像魔兽这样子 然后就这样 跑上去了 满分耶 他全抓到所有的分数 超屌的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今年2024 可能我们好像上节目的时候 已经结束了吗 接近尾声了 哦 还算可以秤啊 那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哦 我们之前在前两集的时候有聊到 今年的男女配重是50比50啊 对 刚刚好 一样多 一样多啊 所以没有任何的所谓 啊 歧视问题 只有歧视哦 你长得像男生 哇 你说JK罗林是吗 哦 还有 哦 那个什么 拳击协会啊 对啊 不要以为写了哈利波特就可以哈 讲话这么大声 哎 那拳鞋又好到哪里去呢 贪腐一堆被人家挖出来 而且现在是俄罗斯人的 哦 而且跟对面好像也不错啊 哎 就可以质疑啊 啊 你长得像男人 你就不可以打 哦 你打的就是男人欺负女人 哦 尤其那个土耳其那一个 哦 你说他后来比赛 我还比了一个手势吗 哎 我说真的这个 不可能啊 而且就是 奥运就是要 发挥出一个运动家的精神嘛 对 而且 奥运是最严谨的 所谓的运动赛事 好 那怎么可能说 会让一个有屌的 去打女性赛事 不可能啊 对不对 这不合理的嘛 这我们大家都知道的嘛 所以根本是个政治操作吧 对 可以这么说 哦 那我们来看哦 历年的奥运 有哪一些 超屌的 女性同胞 哦 先来看 所谓哦 奥运哦 的女性金牌得主 就是英国的女子 网球运动员 夏洛特库博啊 他是在1900年啊 也就是在125年前的 巴黎奥运 哦 拿到了就是 金牌啊 冠军啊 之前呢 他也曾经在了 1895年跟1896年 还1898年 连续哦 可以说是三届 不是连续 三届的温布敦 冠军 而且厉害的是哦 他最后一直持续参赛 到50岁 哇哦 应该那时候 最老运动家吗 女性运动也不多 可能不多 然后竞争也没有这么强 不要这样讲啊 今年那个瑞士 不是瑞士哦 是那个卢森堡嘛 你说有个大妈 大妈嘛 打桌球的 打桌球耶 他六十几岁耶 还在打平凡耶 哇 所以你看 女孩子哦 还是有他专注的地方 男孩子也是无法达到啦 好 再来看的哦 就是在游泳领域的部分哦 这个超屌的哦 也就是哦 在1924年的 又是巴黎的奥运会上面呢 路德埃德尔 就是拿到了一个金牌 跟两个铜牌 超强 而且他在1926年 横渡英吉利海峡 对他第一位游泳 游过英吉利海峡的人 他花了14小时又34分 他怎么游的啊 他怎么游的啊 我光走路走14个小时都受不了 他还游泳 游泳耶 你叫我走4小时都不行啊 他游14小时耶 而且海流很恐怖耶 对海流有那个比较强嘛 对 但是呢 他在1933年哦 也就是28岁的时候啊 因为健康的问题哦 就退役了啦 但是我是觉得 他之前用太猛了啦 你说的那次14小时 对啊 把他的那个体力全部耗完 全部耗完了 所以没问题 OK 够屌 以那个年代 又没有所谓的科学体育训练 他竟然可以 横渡英吉利海峡 屌啊 再来看的 就是1948年哦 美国的田径运动员 爱丽丝科奇曼 他呢 在当时的伦敦奥运哦 跳出了1.68米的高度啊 王豪 打破了世界纪录哦 而且拿到了金牌 他成为哦 奥运史上第一个 就非易懂吧 就是欧郎啦 欧郎啦 欧郎 女性哦 第一位哦 而且 屌的是刚才讲的 他既然是破了世界纪录啊 好 之后 他就回归家庭哦 再来这个厉害了哦 突破疆界 过去男性 只能甩懒趴的比赛 他既然可以参加了 主要就是在1967年的时候啊 就是林斯威策啊 他当初呢 就是参加全世界最古老的波士顿马拉松啊 因为禁止女性 他就试图参加 结果没想到跑出好成绩 他一路哦 就开始比赛啦 到1974年哦 还赢得了纽约市的马拉松 他整个所谓的是马拉松生涯哦 赢了35场 更重要的是 他促成1984年洛杉矶奥运 女性可以参加马拉松 再也不是懒趴甩来甩去的 男人专属的就是竞赛项目 我们刚才讲完了就是哦 运动员这种冷知识 在奥运当中得到了这么好的成绩 那我们来看一下 有哪些女性同胞 他在全球哦 的权势哦 最高在2023年的复比式就有公布了 我们来看哦 百大最有权势的女性哦 他基本上呢 有艺人政治家慈善家或是政策制定者 其中好小好哥哥的朋友 出身台湾的超委AMD董事长 Lisa Su 在2023年拿下了第49名哦 蔡英文我们前总统拿到的是30名啊 那根据哦 这部分呢 比较他主要是以哦 排名的部分是以 金钱媒体贡献度跟影响范围 那我们来看 那第一名哦 我们直接看第一名哦 就是欧盟的职委会主席 范德赖恩 他连续两年是龙头 等于说他富有全世界最大power的女人 就是他哦 而且受到国际的肯定 第二这是欧洲的央行执行长 哦 拉加德 第三 美国副总统贺锦丽 第四呢 意大利的总理哦 这是梅洛尼啊 好我们看到泰勒斯也有 从79名定身到第5名耶 很猛耶 那为什么会这样 为什么他会这样 但是他影响力大 全世界 是影响力很大 金钱媒体嘛 对 他有流量 肯定有流量 他有流量 他有流量 好 还有中国电子商务公司 京东的集团执行长 徐一染排名20名 可以说是亚洲最有power的女人 好 然后淡马锡控股前主席 这个就是新加坡的嘛 他的执行长 就是前执行长 合金排名33 然后创投资本的合伙人 李鸿伟则排到97名 是唯一新加坡人友善 所以厉害 这些叫做woman power 不过这百大名单里面 有一个不是人 不是人 什么 你100名 他是Barbie Barbie 那是因为电影关系吧 对啊 所以他刚刚讲 用可能影响力 媒体或金钱 因为Barbie娃娃 其实在全球 是创造了数十亿美金的这种商机 那你知道台湾是Barbie娃娃玩过吗 我不知道耶 你不知道 最早 最早它原始是出自于台湾 你说 做Barbie娃娃代工吗 对 因为我妈最早就在那个代工厂 你知道那工厂养多少人啊 叫美龄 对 就是叫Motel 是不是 那个玩具公司吗 对啊 那时候在台湾就有设厂 所以那时候的Barbie跟Kennie 都在台湾出来的 是哦 对 所以还有亚洲血统 所以你看玩具总动员 为什么有main in Taiwan 对不对 第一集的时候 其实台湾那时候 在早期70年代的时候 就是1970年代左右 可以说是全球玩具代工的重镇 还有就是一般我们所谓的家庭代工 对 也很厉害 很厉害 为什么被中国大陆 就是你有钱之后 就不会在这里设厂 对啊 对不对 你的成本变高啊 对啊 你成本变高了 谁要在这边花你这个钱 我当然要去中国 那现在中国也不行啊 现在跑到印度啊 对啊 印度之后又不行 会跑到哪里 就人多劳力便宜的地方 哪边便宜就哪边跑嘛 有个电影叫做世界是平的 里面就有讲啊 以前客服啊 可能都是在中国大陆 后来跑到印度 对不对 再来呢 可能跑到柬埔寨 顺便做一点诈骗 刚好 刚好而已啊 好 那我们现在在场嘛 唯一有可能成为女强人的 肯定不是我们两个吗 已经是女强人了 对 那我们来看一下 彭泰有没有这些女强人的特征 这问我一定最准 没有我们两个最准 好我们先来看 女强人的特征 第一点 自信不自大 拥抱自己的缺点 他有时候没有什么自信 自大是 有啦腿很长啊 很自大 我腿很漂亮 OK吧合理啊 为什么我们都自己帮我回答 问你不准 要问我才准啊 好客观的嘛 对我很客观啊 对 因为大部分人会认为说 女强人就是一个 完美的一个象征 所以可能她对她自己 非常自信 但是很多的女强人 她除了自信之外 她可能也很了解自己 所以知道自己有哪些优点 然后会把自己的缺点 不会变得这么的突兀 合理 尤其以外观来看 因为有些女孩子的腿 可能不长啊 或是萝卜腿 但是要展现她的气势呢 她就会穿黑色的长裤 里面就包着高高的高跟鞋 就是要把她的缺点 就是把她包装起来 然后再显现她的优点 不一定是她的颜值 可能就是她的气势 就比如说 像小豪哥哥常常被彭泰骂的时候 彭泰展现的那种气势 那个气场 气场啊 但是我的弱点就是 我今天鞋脱了 我就骂不了人啊 为什么 太臭了 我还是鞋子太臭了 不是不是不是 就我刚才讲的就是 有些女强人会穿裤子的原因 就是在这里 她不想要让她的缺点 让人家看到 我突然想到 确实很多 比方说公司的一些主管 高管之类的 好像 大部分你都穿裤装居多 高管都会穿裤装居多 那如果说是 妹子或是OL一般的话 就是黑丝短裙 黑丝短裙居多 就是相反的 一个要靠黑丝做生意 另外一个 就基本上是 气势做生意 好 刚刚彭泰瞪我的一下 大概是这样 好 那女强人的特征 第二个是 绝断 不武断 因为我看得清 就是说她对于 因为 其实我们会认为说 女性相照于男性 是比较优柔寡断一点 不过女强人 可能就 不会有这样的状况 比较能够 就是做出一个判断 对 女强人的决定的速度 往往会比男孩子快 甚至 女强人去谈 不一定 有些女强人谈恋爱之后 跟个白痴一样 恋爱脑 恋爱脑 基本上没办法去分辨 要蹭她也不想蹭 好不容易有一个男的 她可以养她 然后呢 那个男的可以接受她 然后她的那种霸气 就不要啦 把她分开来 不行 这个不合理 但是讲的确实没错 她有时候对于事情工作 就判断率会很快 比如说彭泰 她就对于她的那一个 不太行的 那位同仁对不对 对 四点下班 两点半请她揍人 这个判断 来 而且很快 跟速食一样 我还请她签 自愿离职书 你不是那个是 别人给她的 对啊 我拿给她的直属主管 请她的直属主管 给她签 对 然后她直属主管就说 不是要 不是要你离开的 是 特助要你离开的 吹入火坑就对 对 难怪 难怪 人家那样子 把你当坏人 就她直属主管 永远都是好人 这就是重点来了 女强人下面的部署 常常有一些会去挖她的墙角 对不对 因为你就那么强势嘛 坏人就你来做啊 我干嘛做坏人 都是特助啊 都特助 都特助 对不对 你好像我看到我眼里的同事 内心 小世界的剧情 演的还不错啊 女强人第三个特征就是 敢于发言 诚实表达自我 因为 确实我们 以女性 可能在职场 甚至不要说职场 可能在生活上 比较不会有这种 比较强势或是 不好欺负的形象 大部分会比较 柔软一点点 对 比如说在学校时期 你们两位是那种会举手 老师 怎样的人吗 我是会举手 但是不会挑战啊 或者是说 今天学校 或是在开班会的时候 对于某一些的决策 不太爽 会不会举手 我觉得我以前会 那彭太会不会 我不会 臭俗啦 但是一般人来说 比较不会敢于 在公开场合发言 没有啦 因为我们台湾人 有时候会过度保守啊 就觉得说 能忍则忍啊 对不对 就是有些事情 就不要讲了 以和为贵啊 我合理啊 觉得是彭太没错 他绝对不会这样举手 因为他有时候会当臭鼠啦 比较会先忍耐 对 但是忍耐到不行的时候呢 他会直接来个大爆炸 对 哇那这样可怕欸 对 他很恐怖 但我以前是会举手的 而且我以前还会逼人家举手的 哇你这也太坏了 没有 又觉得你就觉得看起来就很不爽啊 我觉得他常用那种方式轻热 没有啊 我常常 要不然你买早餐 你不给我举手 好 你是跟刚刚那个一样吧 别推入火坑的 看你一样 因为我就觉得 你心不甘情不愿的对班级某些事情不爽 你就直接说了嘛 你就直接说啊 我看了有点就已经告诉我了 我不爽啊 我就当然说 麻烦了啊 你就讲一下你有什么不爽啊 往往这些人就不敢讲话 对啊 但是我觉得 这个另外一个好处就是说 现在有什么问题立刻知道 但是又有一个坏处会变成他觉得说 我过于专制啊 对不对 我会用高压的方式 问你有没有 其实你有我知道 但你不讲 我会故意推说 我明明有问题 你自己不讲的哦 就会变成是 所以我们现在想处模式也是这样 屁啊 屁啊 这个比较酸制的方式啊 第四点 女强人的特征就是 虽然她是女性 但依然保持同理心 像女性较男性最强的天性就是 有感受到别人的感受 母性的光环啊 对不对 因为男生有时候就那种臭指南 嗯 很难知道那种言外之意 没有办法有那种同理心知道 别到底在想什么 那女生就有这样的特质 心思比较细腻啦 但是我发现一点你知道吗 尤其是这十年 或是这二十年左右的女性同胞 基本上也已经 可能啦 因为工作的关系 还有社会的变化之下 还有我们的女权便当 发满之下 其实蛮多女孩子在职场 或是说在她生活当中 她的样子比男性还男性 你说外表吗 不是啦 我说内心世界 其实比男性还男性 就是一个社会化的演化 完全已经演化了 已经进化了 所以有时候你不能跟她讲说 女孩子啊怎样要多让 但是有一些女孩子 已经进化到 她话总有话 我有讲 有些女孩子已经进化到 跟男孩子的思路想法都一样 我确实有遇过 像现在公司有很多 做那种数据 或者是做一些 城市相关的 的那种的职务的同事 像也都蛮多是女性的 不像是以前觉得说 那种工程师应该都男的 就臭直男变成臭直女啊 所以直男不一定是等于直男了 但是女孩子有可能等于直女 而且我们现在哪个工作 可能是除了出劳力的工作之外 可能一般我们坐在办公室啊 或是说跑业务的这种工作 其实女孩子她的各种的态度 已经跟男孩子很像了 第五个女强人特征就是 除了爱工作之外 也很爱健康的生活 就是说她平常可能是工作辱命 然后埋头苦干 但是成功的这种女强人 她是会学着如何平衡 而且很会享受生活 然后很喜欢猫是不是 那时候一定会喜欢猫是吗 对不对 好像女强人都一定要养猫 猫可能还是比较那种 温顺一点的动物吧 所以彭太不算啊 她养狗 狗狗啊 对不对 可是猫狗好像大家都讲说 就是女强人的一个象征 猫就忍忍的啊 跟她外表一样吧 爱理不理的 对爱理不理 好喝里喝里喝里 最后一个女强人特征是 敢于做梦 活出别人口中不可能 这个其实蛮难得 就是因为这个时代 其实有时候会觉得说 有些社会的制度 或是一些社会价值观 会把女性的一些发展 限制在一个框框里面 那女强人她就是跳脱这个局限 现在不可能了啦 现在就跳脱了啦 对 所以她才能成为女强人嘛 就做自己啊 就像我刚才讲的 这个社会已经变了 不要再分什么女士优先啊 男士是真的偶尔也可以抢先啊 因为女孩子的强势度 已经超乎你的想象了 对 现在也真的都越来越满 你不去做一些反应 你永远也无法把你的想法 告诉你的上司啊 对不对 或是说你们是朋友 不是男女朋友的话 彼此之间的感情维系 也不一定只是说 我必须要让或是什么 有时候男孩子也要适度的是说 有些东西我就觉得不是这样啊 不爽啊 对不对 那不然 真的很奇怪啊 那女孩子真的是 你们权力太大了 还哪有什么权力 我在家没什么权力 没有啦 我是说女孩子的权力 扩张太大了 就是你的道德 或是说你今天 所谓道德不是讲那种 女孩子可以出去玩什么 就是说 她过去的一个标准啊 已经不像以前 哇 好像你压迫她一样 现在不是啊 现在谁敢要去压迫女权啊 已经死得很惨啊 刚讲一些女性的 在职场上的一些比方说独立 或者说经济自主这方面 那其实在求职网啊 有调查发现 现在有七成的女性上班族 认为自己是经济独立的 她不是说 哎呀我现在一定要靠男的啊 是没错 不靠男人了 比例其实比去年更高 而且平均薪资也都破了四万块 比去年的三万九千多来得更高 那我们可以看看目前以职场影响力较高的女性从业人员 你们觉得大概是哪一些行业比较多 金融业绝对是第一名 没错 金融保险与会计统计的有45%都是女性 嗯 是没错 那再就是跟小浩哥有关 大众传播与公关广告 行销类的或是公关公司的 是 蛮多主管都是女性哦 诶对哦 诶我蛮多公关公司的朋友甚至老板是女老板 或是女总监或是女总经理 诶真的 这个这一行真的很神奇 诶对你这样讲 我有几份工作的老板 有个老板就是女老板 对啊你那个前前前公司的那个都女老板啊 对然后主管也是女的 而且那女的还比男的强势 哈哈哈哈 哦 讲到谁了啊 先不说先不说 既然也是我朋友啊 好接下来还有就是文教不教业 就是也是比较多女性 啊 高国华不见了 哈哈哈哈 也没错啦 就是蛮多女性的老师出来 就是教育方面的女性可能还是多一些 嗯 然后可以做短影音啊 那有一些还露露奶 然后穿OL的样子来教课啊 啊我知道 我前前阵子我看到一个 都这样 蛮不错的一个教数学的老师 我有看到 但他现在好没有在教了 哇我都想要当学生你知道吗 立刻报名啊 对啊 就是这样 哇 吸引学生的目光 或是我有看到的是你知道吗 是补那个高考普考那一种 哦高普考 对 也是穿OL套装 哇 哇那那当然是社会人士愿意掏钱啊 要不要也去报名一下 也可以耶 担当工作公务人员 铁饭丸 还有的就是像餐饮住宿跟休闲旅游业 嗯没错 比方说像饭店业 饭店业的中阶主管 现在近乎都是女性 公关更不用讲 公关几乎都女的 发言人 发言人 会发言的那种都女的 不要乱说 哪里发言 好那最后一个就是像批发零售与贸易 也接近有四成的就是女性 因为电商的关系 哦 对不对 什么电商女王啊 你有听说电商国王吗 好像没有 没有耶 全都电商女王 为什么没有电商国王 哦或者什么什么天后 对都是天后 什么妹嘛 对 怎么没有 黄帝 对耶 对不对 电商黄帝 有吗 没有啊 我们只有听到说 落难的电商老板啊 比如说之前的东京卓义 对不对 也不是说落难啊 基本上就是夫妻不合嘛 对不对 撤掉 之后你有再听过什么电商 大咖的竟然是男性 好啦 有一个非常大咖的 好啊 PC号老板 这个不是他 你看 完全歧视PC号 我可没说 张宏志啊 对不对 有人讲说张宏志他是电商霸主吗 你应该是 合理对不对 没有人这样讲 但是女性全部都变天后耶 而且只有一个 相关的 有关的 他可能才叫做天王 就搞直播啊 只要搞直播了才可能变天王啊 但是寿命就不长啊 不过像刚刚讲的这些 虽然在竞争力上 已经不输给男性 然后收入了也可以养活自己 不过呢 在台湾的职场环境啊 现在目前仍有六成的女性劳工 认为职场的性别歧视严重 我们要问一下彭台 你觉得你的工作环境里面有 性别歧视的感觉吗 没有啊 都女人了 老女人一堆 那应该还算健康 但是我早期的话 其实我们也是 因为我是金融业 然后都以女性居多 所以没有什么歧视的问题 反而是霸凌的问题 哦会霸凌吗 对 插水箭 会啊 我们说大家在那边讲八卦 有了没的 对啊 就想要把你说 把你踢出去这个圈子啊 啊你这样我想到了 女性哦 她在职场哦 去霸凌女性才恐怖啊 对 女生其实很常霸凌女生 对不对 没错 例如哦 之前TVBS 主播的对决啊 哦 有听说 超猛的 就是 有三个还是两个主播 然后呢 联合起来 去霸凌一个古姓主播 啊不用讲啦 就古彩燕啊 哈哈 哈哈哈哈 他是中午 现在是TVBS中午的主播 然后呢 非常讨厌他 然后 那段疫情期间呢 会在他的位置上面会 丢一堆东西 哇 干嘛这样子 哎 然后弄到最后呢 哇 爆出来了 就公司就做一些事情 必须要去处理了 就没想到 其中一个霸凌的主播呢 竟然还告公司啊 哇 哎 这就是TVBS主播的公斗 大家可以啊 上网去查 很精彩啊 女性哦 真的要去做这种事情 很恐怖的 我相信绝对就是那种 会把钉子图钉放在椅子上 像他人用这种了 难讲啊 哦哦哦 做下去啊 对不对 谁知道 我觉得女孩子很恐怖啊 报复心啊 就像是把那种 以前学校的那一种 那一套 那么你看为什么 那珍珠 对不对 可不可 珍珠把它吐东西 怎么这样如来如去 那也是女孩子 对啊 所以女孩子报复心起来 真的很恐怖 这样完蛋了 我这一集会被演上 被女拳 女拳了 哎呀 我的便当吃不完 便当吃不完 哎呀 除了像性别歧视以外 有九成八十九点七的 女性劳工认为 目前的职场压力是大的 但是有六成觉得还可以接受 不过呢 在职场压力的来源 主要都是来自于说 工作表现没有反应在家心上 以及就是成就感低落 上司的情绪化 难以沟通又不尊重家属 或者是工作量太大 跟工时太长居多 嗯 好那最后呢 像在工作压力的导火线 比较多是说 像长加班啊 熬夜赶工啊 职场背黑锅 不过这个我自己认为是 比较没有分男生女生 这男女都有啊 其实都会遇到这样的状况 人走在江湖 背上总是一堆刀啊 对不对 这合理啊 刚前面有讲到说 女强人的一些标准 那我们现在就来玩个 心理测验 玩个小游戏啦 就是说 你是属于哪一种女强人 好那我们的听众呢 等一下呢 也是可以仔细听 因为这个 有点困难的原因是因为 他有些是要跳题的 但是我等一下会念题号 大家可以先记在信里面 那应该是彭泰玩嘛 我们来看一下彭泰会怎么样成绩啊 对我们可以先记到信里面说 好你等一下是要跳哪个题 他紧张他紧张 最后可以告诉你 你不准看啊 你看什么资料 不能啊 有什么资料 没有没有就是当时我们用问的 看资料怎么可以先看资料呢 来看看 他会不会是女强人 是不是 你很像在看那种戏一样 当然啊 好第一题 自认记忆力还不错 还不错 对啊 是吗 好 如果你现在的回答是答yes的话 就是大家听第五题哦 那如果你答No的话 我们就接续第二题 第二题是 下面哪一样生日礼物会让你觉得开心 第一个高级珠宝 第二个现金 现金 现金是吧 我又没有答对 有有有有有 第三题是 你喜欢运动多于逛街吗 没有绝对没有 所以你是喜欢逛街的 对 好OK 喜欢逛街的话听第七题 不喜欢逛街的话听第八题 好 第四题是 每天都会尽量搭配穿搭 尽量不穿重复的衣服 绝对是 如果是yes的话 答第八题 no的话答第六题 你这样好跳哦 怎么玩啊 很跳啊 对啊 好 这样刚刚 你现在帮彭泰算出来 到底到底怎么 对啊 哪个题啊 那这样我要重新讲 帅气去继续唱 这段比较紧 荒谬 好那刚刚第一题 哇这确实有点难 第一题刚是自认记忆力不错嘛 所以我们调到第五题 好 第五题就是真的要问你了 你要为好朋友筹办一个生日派对 你觉得哪一种场合最好 第一个是 古艺盎然的博物馆 第二个是 热闹好玩的游乐园 这位在博物馆 热闹好玩的游乐园啊 我现在讲热闹好玩的博物馆 博物馆军魂业就对了 游乐园啊 好 游乐园嘛 好那就直接跳第十啦 我们直接跳第十题 终于就不讲了 第十题是 无法跟分手的男友做好朋友 是的话 还是不是 不一定耶 你一定要选一个 无法跟分手的男友做好朋友 yes or no 大部分是yes 好那我们就跳到第十四题 十四题是 如果只能选择一种 哪一种男人会让你受不了 眼睛先不要乱看 第一个 每天只关心钱和事业 第二个 什么都以父母的看法为主 第一个 只关心钱害事业的 好 那我们看第十 然后他跳到第十六题 第十六题是 和裤装比较 你比较喜欢穿裙子吗 比较喜欢穿裙子 我比较喜欢穿裤子 所以你是 比较喜欢穿裙子是no 所以你是属于c c什么 好我们看一下c是什么 分析结果 c型的女强人 特意独行的品位大师 哎哟 这到底是包还是扁啊 好我们听一下 他是说 表面上有点难以亲近 外冷内热 但是呢 才华洋溢 特立独行的性格 让你给人一种 与众不同的感觉 你很常有自己的想法 懂得生活 并且坚持自己的品位 在职业选择上 也非常多元化 你偶尔会有 不按理出牌的行为 不过大体上 不会脱离正轨 你喜欢自己 具备一些独特性 只要自己重设 是喜欢的行业 表现都能 令人刮目相看 好像是耶 怎么讲都可以是啊 因为我之前在银行 我确实还蛮有power的 说实在是家庭 耽误了我的工作 所以如果今天 假如今天没家庭的话 你可能也是会 一股脑投入在你的事业上 对 那我现在转职了 我觉得我还是做的 还蛮有声有色的 这样准吗 好像有点准 又好像有点不准 好啦我来试 换我来玩玩看 好你是不是女强人是不是 对我是不是 你没鸡鸡的女强人 阉割之后 阉割之后的LGBQ 好 跨性别 跨性别啦 来啦 好我们看一样第一题 自认为记忆力还不错吗 对 是吗 好那一样答第五题 如果你想帮朋友筹拜一个生日派对 你会选哪一个 刚刚就那个博物馆吗 乐道的博物馆 你选博物馆 不会啦 怎么可能博物馆 那就是一个游乐园啊 好那一样第十题啊 一样的 对啊 好难闹哦 无法跟分手的 好女友做好朋友 我可以 我可以 你可以 对 对 他绝对可以 所以你可以跟以前的女友在做好朋友 还可以啊 吃饭喝酒 哇 然后嘴对嘴这样 对对对 你都不知道我都做售后服务的吗 哇 终身保固耶 终身保固 对啊 人缘好就是这样 你就知道了 那这题跟刚刚彭泰的答案不一样 所以你就第十一题了 你的艺术天分比运动神经好 我在看时间点 学生时代运动真的是比较好 现在呢当然是艺术天分比较好 那你就给个答案嘛 就是 A啦 E嘛 是吗 对 好 艺术天分比较好 好我们就看第十三题 我怎么多题哦 你是家中的长子吗 对啊 哇 那看十四题 不可不 等下都 如果你只能选择一种 嗯 一样 哪种人会让你受不了 嗯 只关心钱和事业 跟什么都以父母看法为主 不行 因为选跟他一样 不行 你可以做你自己 父母 父母 哦父母 好 那这个有一个答案就是B B型的女强人 嗯 我们听听看这是哪一种 温柔传统的满分母亲 屁啦 哈哈哈哈 废话都在屁啦 我难得耶 对啊 反正这样子 如果你刚刚是选了跟小花哥一样的话 这样子的话其实是 是说你的个性是比较体贴 比较早熟 可以懂得顺应 并为他人着想 屁啦 对 但本身可能是有想法 但是因为为了考虑别人的需求 所以身段可以放低 对啊 屁啦 所以这一题分明就是为女人设计 你哪有回答什么啊 对 没有机器嘛 哈哈哈哈 那我干嘛还玩啊 对啊 反正假如 如果各位有听到这一个 我们之后可能把这个心理车研放在我们的那个文章 让大家来玩一下 反正就这样的人是不喜欢成为众所矚目的焦点 所以要做幕后工作 就是个好母亲 好妈妈的角色 事实上只有妈妈好就适合这一种 那我们玩完了这个心理女强人的这个测验之后 好心理游戏结束了 心理游戏结束 那不外乎还是要再来一个星座相关的嘛 干又老梗 对对 星座大家都爱嘛 每个人都喜欢 有些女孩子都喜欢 女生爱 我们这里就专属 for女性的嘛 好我们听看 哪些星座 有四个星座是 天生女强人的性格 我猜 天蝎座 狮子 天蝎跟狮子 没有错 这两个都有 榜上有名 榜上有名 好我们先讲一下天蝎座好了 就是刚刚彭太说的 看似美丽 又巨诱惑 是有那种 有一点带刺的那种玫瑰 蛇蝎女啊 对啊 所以大多可能不是很善于言辞 然后在人群之中会保持 比较沉默或是内敛的性格 但是呢 她有的常人 没有的这种承受力 就是她的那种坚毅的性格 只要要她们妥协 认输其实是不太现实 也不太可能 所以天蝎女不太接受别人的帮助 就想成为这个风雨中最美的 这个带刺玫瑰 准吗 合理啊 你们认识的天蝎女是这样吗 我女儿就是 真的吗 对对对 就是 这种女孩子还蛮难搞的 她常被我女儿击败 就越难搞 她越有个性 当她今天越有个性 在某个地方 她又有成就 她会把你看成 对嘛 因为她这样子的方式 让她有成就 对 我干嘛听你 再讲个屁 所以把你当个人 屎一样这样子看 我以前过招很多天蝎女 其实也是这样的 哎哟 哎哟 讲得好像 过人无数这样子 越人无数 越人无数 这是啊 好 第二个我们来讲一下 刚刚听到狮子座 确实 狮子座就是我们典型的 女强人代表 狮子座是出了名的这种 女强人星座 除了有极高自尊心的话 而且她非常要面子 对 自尊心跟面子是她的一切 是非常高的 所以他们很难会展露出那种脆弱的一面 给你看到 即使是千疮百孔 旁人也很难察觉 所以在工作以及生活 她都要求自己做到最好 因为狮子座明白 打退堂鼓并不是他们要的 再怎么样艰难 也要坚持做自己 所以你碰到狮子座的老板 女性的话 哪怕她今天讲的是个 不是正确的东西 你都要跟她 你要吞下去 老板 顺着毛摸 老板 对啊 后来出包的时候 你只要给她私底下 看这个问题 但是你告诉她 你已经帮她解决了 你也不能说她错 对 让她就是知道说 哇 这个问题怎么会这样子 怎么办 你处理好了 我行啊 真行啊 这个狮子座老板过招就这样 如果女朋友是狮子座的话 说真的 这样会不会公干 你说后看啊 你不是很多越人无数吗 现在正在回想是不是 我都跟你讲 哪个是狮子座的 太多了 太多了 说真的 你要一直把她捧上天 但是又不能让她觉得说是 很假很假的那种捧法 但是你会让她知道 你在我心目当中就是有一个尊敬的地位哦 哇 你是把她放在心里面尊敬的 尊敬的哦 把她当作一个大佛啊 就像老佛也是放在心里面尊重的 放在心里面尊敬的哦 狮子座是这样哦 确实我有 刚刚有想到一些 曾经是狮子座的朋友 或者是狮子座的女性主管 确实在这方面 他们蛮有自己的想法 而且是蛮 也可以说强势 但是我觉得有一点 跟他们共事起来是蛮愉快的 就是 有好爽啊 对 好爽 跟男生一样 就非常好爽 很直接 好来好去啊 不会跟你那边就是 牛肉捏捏或是那种犹豫不决 但是重点来了 那个是因为你们频率 跟答案是一样的 对 如果你频率跟答案不一样呢 你就必须要吞进去啊 哦 诶 就是变成说要顺着他一切 是这样 这种很麻烦了啦 像有一些狮子座的女性 如果被宠坏 那今天你今天要对他好 或者说是你的女朋友 或者是你追他 啊 你就会很辛苦 你说说看你以前多辛苦 我想看看哦 送花 哇 怎么了吗 送了他不喜欢的 难怪他最后没有买过花给我 屁啦 难道没有吗 我跟你讲那是这几年 我刚才讲说我真的很喜欢花 因为花都会凋谢啊 结果呢就不送了吗 我送永生花 可以之后移嫁到那个灵姑堂 屁啦 没有 可能狮子座的女孩子 喜欢一样东西的时候 她可能是routine的喜欢的话 你就必须每天或是说 每一个礼拜要变一个变化 同样东西要送给她 比如她喜欢花 你可能就变成说要用花语给她 好恶哦 狮子座就这样 你会这样子哦 所以来的快就很快啊 谁会想要 干干干干 累死啦 哈哈哈哈 你对我从来没这样子耶 所以我们才在一起啊 我早就狮子座干干干干 我说不要 早就分了吧 早就分了 我跟你说狮子座就这样 而且脾气上来的时候很恐怖的 就跟狮子一样嘛 我直接跟你说跳机车直接跳下来 讲这个题外话 我上次看到有一个 嗯 在建国高架 嗯 有一个女的 下车哦 没有 她是车在开 门打开呢 我靠 我靠 呼呼呼 就在我 在路上 就在我前面 她成龙啊 她 她好像真的要下车 然后最后边是 怎样 反正最后门还是关起来 超级惊险的 我有碰过一两个女朋友是吵架 她直接就是在桥上面直接下车 就刚好停 直接就这样 超凶 吃派 对啊 这超坏的 干嘛她这样看我 我知道哪一个啦 哪一个啊 哪一个 叫Pay 啊 Peggy Petty 好烂哦 都猜 Pay 都猜对 哈哈哈 所以这种Pay Pay的名字都是这样啊 对啊 对啊 很凶耶 对啊 双子座AB型耶 活起来的时候你会吓到了 这个字我毕生难以忘怀啊 对啊 直接而且没有帮你车门关起来 哈哈哈 你拜托也帮我关车门好不好 对不对 你知道帮我关一个车门 我叫个不用叫我 而且我现在开跑车 你知道吗 车门坐得超远的 爬过去 然后头刚好探出来 多少人看我啊 哇 丢脸啦 哈哈哈 哈哈哈 好 接下来一样是 火象星座 嗯 牡羊座 哦 因为牡羊座 自尊心是非常强的 有人这么形容 牡羊座的女孩子啊 就是说 她是有点孩子气 情绪化 无论到什么年纪 脾气都很大 但是很难让人有一种成熟的印象 不过呢 她的 因为自尊心比较强 所以遇到困难是 不会轻易低头认输 嗯 所以他们会有这样子的就是冲劲 比方说他今天要完成一件事情 他不会认输嘛 一定要达到他的目标 他才可能停止 但是 这个是纯粹以星座分析牡羊座啊 如果说是这样子的话 其实牡羊座如果当老板 或是当一个官 或是当将军 他可能就会把你所有的部队弄到最后全死光了 太冲了嘛 对 然后他自己还活着 哈哈 因为将军在后面嘛 对 全都死光了 他可能就这样活在那边 对啦 如果说是纯粹以星座分析是这样 最后一个就是处女座 因为他有洁癖 他会看到小细节有什么问题 这确实没有错 因为处女座女性啊 对人生规划就是那种高标准 嗯 也就是那种完美主义嘛 所以你说他成为女强人当然很正常 一出手 就要有 对 那你知道处女座最适合 不管是男生或女生 最适合的行业有哪些 好像没有这种说法吧 服务业 真的吗 任何的小细节他都不会遗漏掉 他会受不了 还有工程师半导体业 他够细心去看金元 哇这个是很小的 他受不了了 他就会去忍这样 最好的一切 我一定要 所以可以发现 蛮多一些高科技业的 高管的女性 很多都处女 服务业也是 要求非常的精准 对 因为他自己会要求自己很高 对 他才敢去要求别人 他是标准的处女 所以为什么处女座难搞 因为他自己都要求那么高的 你要怎么要求他 对不对 合不合理 合理啊 所以这四个星座 就是女强人星座 其实我觉得也是套得上男孩子 男生可能也差不多 对 男生也差不多了 但是男生呢 千万不要 跟到天秤座的书款 犹豫不决 还好我是天秤座再加A型 再加AB型 那还得了啊 今天就是我们从奥运 我们这奥运系列算三期了 差不多了 奥运快必复了 我们不要再蹭了 看到奥运很腻 对不对 之前三年前就一集结束了 没想到我们这一次蹭了三期 好 今年呢 我们还是要感谢我们的所有的 中华健儿 台湾健儿们 为我们 对不对 在奥运场上奋力一搏 对啊 也希望在下个四年之后 下四年是在哪里 洛杉矶 洛杉矶嘛 希望有好的成绩 好 今天就是我们节目了 OK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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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宣传媒